科技狂人伊隆·马斯克在2022年3月17日宣布 自己正在撰写第三部宏伟计划 有第三部就意味着有第一部跟第二部 今天的科技参考我们就来说说马斯克的宏伟计划 看看今天世界上屈指可数的 有雄心并复之实实的人都是怎么想怎么做的 马斯克的第一部宏伟计划发表于2006年8月2日 就发在了当时特斯拉汽车的官网上 叫做神秘的特斯拉汽车总体规划 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 当时的宏伟计划并不太宏伟 而是聚焦在汽车纯电动化领域 这部宏伟计划的重点是四步走 第一打造纯电动跑车也就是roadster 第二用卖电动跑车赚的钱 造一辆大家都买得起的电动车 也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Model S跟X 第三就是用大家买得起的电车赚的钱 制造更便宜的电车 也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Model 3 今天Model 3的最低价格已经到了20多万人民币了 第四提供零排放发电选项 也就是后来的Solar City 今天看来除了第四步 其他三步在2016年之前都已经出色的完成了 第四步涉及到太阳能的项目 要到马斯克的第二部宏伟计划才能有所推动 第一部宏伟计划推出10年后 在2016年马斯克又发表了第二部宏伟计划 按他自己在推特上的介绍 第二部宏伟计划的思考和撰写用了11天时间 第二部宏伟计划主要有两块组成 一块是通过多种型号的纯电动车收集数据 让车辆学会比人类更安全十倍的自动驾驶方法 并且在这些驾驶技术上 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 第二块是要推进太阳能发电跟储能 到今天过去六年的时间了 完成的怎么样呢 第一块的进度完成了大约70% 第二块完成了50% 第一块的拖累主要出现在无人驾驶出租车上 虽然我们很少有人坐过这样的出租车 但实际上今天全球已经有几家公司 向公众推出了这项服务 比如说Vamo跟Cruise在加州的服务 甚至北京一专开发区都有了百度阿波罗计划的 无人驾驶出租车 今天这些服务要不就是收费极其低廉 要不就是不收费 只是因为车辆都集中在一个人流车流很少的区域行驶 有点像厂区搬车的行驶路线 所以才不为大众所知 特斯拉想推出的无人驾驶出租车 将是完全没有踏板跟方向盘的设计 这一点比今天所有正在运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 都要激进一些 这可能也是这项计划至今还没有实施的原因 在自动驾驶上 特斯拉选择了一条完全抛弃高规格激光雷达的路线 马斯克的逻辑非常简单 人类司机是靠可见光视觉实现安全驾驶的 所以计算机一定也可以依靠普通人的视觉 实现更安全的驾驶 哪怕这样的技术仅仅是减少了疲劳驾驶 酗酒驾驶和走神这些特殊时刻的失误 也能轻松的把安全度提升几倍 从今天的发展情况看 特斯拉至少没有明显的落后 而不用激光雷达的路线 也可能和马斯克宏伟计划的另一部分有关系 我们过一会儿再说 对于第二部宏伟计划中的太阳能发电跟储能 我们并没有看到铺天盖地的特斯拉产品 但为什么我还是说完成了50%呢 因为特斯拉并不是太阳能产品的中间组装厂商 它的规划是储能用到的电池跟发电用到的太阳能板 都由特斯拉自己生产 太阳能板是特斯拉不熟悉的 都来自于全资收购的Solar City 而电池是特斯拉一直非常看重的部分 今天特斯拉在全球已经开工和将要开工的超级工厂 一共有6座 其中4座都承担了电池生产的任务 在2020年特斯拉电池日上公布的规划是 2022年电池生产要达到100G瓦时 2030年要达到3000G瓦时 这是一个持续8年年增长53%的增长幅度 非常令人吃惊 而且还有一个数字你可以参考 2020年全球锂电池总出货量才300G瓦时 也就是说特斯拉电池的产能将在2030年达到全球2020年锂电池总产量的10倍 所以当前6座超级工厂还远远不够 特斯拉在第二部宏伟计划中首要任务就是疯狂的扩大产能 扩大产能这件事在今天全球动荡的情况下是风险极大的 中间有一个链条断掉了 破产就随时可能发生 况且这又是一个超越全球锂电池总产能好几倍规模的扩产计划 马斯克应对风险的做法可以分成传统方法和创新式方法两种 我们挨个说 传统方法是利用政策优势把工厂建在原料产地上 工厂北门进原料 工厂南门出电池 5月底的时候有新闻公布 印尼总统代表团去美国建了马斯克 然后敲定了一项在苏拉维西岛建设超级工厂的计划 原因很简单 因为印尼有镍矿 镍是锂离子电池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镍也直接决定了锂电池的能量密度高低 而全球三分之一的镍矿分布在印尼 在印尼建设电池工厂是非常划算的 而且印尼总统也突破了以往的惯例 竟然利用东盟会议的间隙 主动去德州找马斯克会谈 相信这座超级工厂的建设和运营过程 会享受到非常优厚的待遇 靠近原料产地跟争取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 是降低成本的通用方法 但特斯拉还有一些创新式的方法降低成本 这就是别家没法学会的了 2021年 大众汽车的CEO在公司内部讲话中 对特斯拉柏林超级工厂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他说特斯拉今天可以用7000个工人 实现年产50万辆车的效率 而大众需要15000人 究其原因是工厂的整体设计非常合理 对传统车企来说 很多分离的厂房车间都被特斯拉有机的整合在一起了 马斯克曾经在德州工厂开工仪式上 公布了一张有对比性的平面图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点开屏幕看看 上面一张是他们加州工厂 下面一张是刚刚开工的德州工厂 马斯克管德州新工厂的设计叫做 同意屋檐下的设计 电池跟电机的制造 冲压压柱焊接涂装总装等等车间 都按照工序门对门口对口的设计好了 省去了一个车间造好零件 装车运往下一个车间的过程 效率的提高 除了上面说的工厂建在原料产地 加争取优惠政策 加同意屋檐下的设计之外 还有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代开发选项 那就是用机器人代替人工 这个机器人并不只是自动化车间的机器手臂 而是拥有更多视觉功能的特斯拉机器人 这种设备在2021年特斯拉的AI Day上 曾经露面过 是人形的外观 它可以搬运跟转移零件 就像送货机器人和机械手臂的结合那样 刚刚我们留下了一个扣子 说特斯拉电动车的自动驾驶有意避开了激光雷达 也和另外一个项目有关 这个项目其实就是这类机器人 这类机器人在车间里移动位置 也能完成一部分机械手臂的工作 他们的一些行动算法 会和电动车行驶中收集到的数据共享一部分 于是在数据收集的方式上需要保持一致 这类机器人真的能够大幅降低超级工厂的运行成本吗 当然还需要很多的磨合与尝试 但即便几年内不行 他对马斯克的宏伟计划来说 也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 这就是我要给你介绍的宏伟计划第三步了 当然第三步的具体内容 马斯克正在撰写 而且由于推特收购案的纠缠不清 第三步宏伟计划明显拖延了 但我们还是可以判断 它一定跟火星移民密切相关 火星移民的关键环节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从地球到火星和从火星回到地球 另一部分是在火星如何生活 第一部分由SpaceX来保证 我在去年的科技参考专栏里 曾经用六期介绍过马斯克的火箭 这里就用一句话来总结 SpaceX在火箭发射上 目前水平是全球第一的 而且大幅领先全球第二 领先幅度还在扩大当中 它是靠激发 原NASA这个美国国有企业中员工的积极性 达成这一步的 而另一部分在火星上如何生活 就是特斯拉机器人发挥用武之力的领域了 在火星上绝大部分施工都不能靠人力 那如何控制特斯拉机器人完成复杂的操作呢 或者这些机器人要学会哪些基本动作 才能让人类在火星上完成生活区的搭建呢 这谁也不知道 但可以尝试 用什么尝试呢 那就用特斯拉超级工厂做尝试 如果一堆机器人在工厂里已经练就了一身本领 可以制造电池 制造汽车 那其实就相当于很多基础动作和它背后的算法经受住了考验 这些机器人就是最能胜任火星生活区建造任务的机器人了 于是即便未来几年 这些特斯拉机器人并不能大幅降低特斯拉超级工厂的运营成本 对马斯克的火星计划来说 也依然值得继续做下去 从这三部宏伟计划的实施来看 目前只有第一部很好的完成了 第二部的很多规划过于庞大 也许还要等七八年之后才能基本完成 而第三部更加遥远 以马斯克当前的规划看 他在努力推进 希望在他衰老到无法工作之前 能看到第一批宇航员成功往返地球跟火星之间